武器神龍市 台灣新聞民 哈囉 觀眾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佛中信 我今天非常榮幸 再度邀請到台南市市長 黃偉哲市長好朋友 歡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黃偉哲 以及善化區農會總幹事 洪錦秀女士 歡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洪錦秀 我們三位都跟善化有關係 我是善化人 我處聊了 要加班 然後市長 他也是帶善化 很漂亮的女孩子 我是善化怕怕怕怕 然後禁秀也是善化 微露 我們今天介紹善化非常多的特產 但是在介紹之前 榮文引用我們這個五大訴求 自立人類和平 幫助已經平均年齡67歲的老農 提膝拉拔青龍後進 推動身心靈健康 以及深耕公民能力教育 介紹地方的文史 今天有個大消息 諾貝爾和平獎 世界糧食署得到諾貝爾和平獎 食物是對抗失序的最佳疫苗 也就是這個不管是營養失調 飢餓 你看 這證明我這個節目方向對了 我邀請榮會來談糧食 我跟榮委會 榮糧署合作 你看 最早有這個消耗失序 是美國總統艾森豪總統 你看 這來自1961年 艾森豪總統 世界糧食計畫署 附屬聯合國 是由艾森豪總統催生的 所以這議題多麼重要 好 我在正式訪問前 我要請教這個市長 高達50萬人的國慶煙火秀 你也一贊成名了 成為全國矚目的人物 來 台南 那天10月10號煙火秀的感想 簡單感想 請 坦白講 簡單來說 煙火秀是很成功 但是隨之一些其他的 包括疏運 包括環保 包括治安 我跟各位報告 你在報應的時候很高興 大家頭都看上去 但是有時候不小心 東西就被爬了 所以說天空以上的事情 我們交給國防部 他們放煙火 地面上的事情 我們交給我們政府 就剛剛提到治安 我們總共發生了一件切稻案 那天晚上就是一件切稻案 兩件東西自己遺失 這樣而已 環保我們就是早上清到 早上4點鐘 清了150噸的垃圾 不得了 然後但是把市容給恢復 交通 抱歉 交通就是塞了 因為很多人進去 這樣我們原先估計 20萬到25萬 結果估計到50萬 雙倍或是2.5倍 所以坦白講大家就不好意思 但是因為我們還會努力 努力來改進 但是希望說下次再跟我們辦 大型的活動的時候 我就會改進得更好 好 我研究歷史 在日據時代 那時候的日本人的建築師 就規劃台南市就要有輕軌了 所以將近我看 八九十年了 八七 101跨年 台北的捷運是不停的 24小時不停的 那才能夠輸運 對 我說你看八九十年前 日本人就規劃台南市要有輕軌 顯然的希望市長 如果任內或者連任 或者以後中央任官都能達成 好 台南市 以前事實上包括台南縣市 台南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武昌 從小時候印象非常深刻 江南平原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台南市的卵實力 是不是請 市長介紹 請 謝謝 謝謝我們胡大哥 其實你剛才說的世界糧食署 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這個東西 建定我們過去說的 民以食為天 到現時 因為愛生後那個時候 你看五六十年前 一直到現在 一直到現在 還有將近好幾億的人 人口是赤不飽 屬於飢餓邊緣的 這是因為COVID-19的疫情 所以又增加更多的人 生活在限於極度的貧困 極度貧困哪有辦法吃飽 一定沒辦法吃飽 所以您這個節目其實 在民以食為天的情況下 台灣其實很少人 已經淪於飢餓邊緣 很少 很少 但是我們不僅要吃飽 也吃飽 吃到咖 而且又吃很健康 這是大家都很愛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其實今天 我們也會把所有台南市 每次上台南市上年的節目 我們就很開心 能夠把最好的這個農特產品 來呈現給觀眾面前 黃市長是台大農推系畢業的 然後在這個哈佛跟耶魯 分別得到公共行政跟公務衛生 這是我知道國內少數的三連霸 重要是他把他所學的地方政治應用 所有政治都地方政治 我們等一下還好來介紹 這個台南市的農業 我請教這個金師傅 這個總幹事務 牛虎 台南虎 應該台南虎 我們也最重要的牛虎 台灣三的牛虎 仙華 鹹水跟北港 來 介紹牛虎 在仙華的前行請 牛虎早期它是牛汁買賣的地方 然後因為時代的變遷而沒落 那現在取代的是兩千多個攤位 他們所賣的應有盡有 有農產品 百貨 然後小吃 還有各類的農機具 所有產品都有 跟農業相關的都有 對 那因為人潮非常的擁擠 物品交易也很熱絡 所以就造成又很便宜 所以民眾非常的喜愛 那但是因為它是私人的土地 那朱約即將到期 所以牛虎管理委員會 就去跟市政府陳情 還有找地方人士 希望再找一個地方 可以繼續延續這個牛虎 所以要繼續努力 可能市長要 需要市長幫忙 一定要的 這牛虎不僅有經濟上的意義 還有文化上的意義 好 等一下好好談 任何人到台南市 早餐一定要喝這個牛肉湯 這台灣全台灣獨一特殊的 市長也請我過 你可能忘掉了 我還叫好朋友去 都請我早餐喝牛肉湯 表示台南市牛汁 是生鮮的 國產的驕傲 來 請介紹牛虎 跟台南市的牛肉湯 請 其實我們牛虎 過去因為牛你來耕作 牛你雷產 所以這個牛虎 因為這耕牛的交換 交易的地方 但是現在 現時以前農業社會比較少想像 大家牛要拿來吃 在你甚至老耕牛 有時候我們老農也是 趕快去送給台 所以說送給牛虎 交易的處理 反正就不是我帶的 有時候想像這樣 人不是我帶的 牛也不是我帶的 所以這個其實 但隨著物換性影時代變遷 所以牛虎裡面 也慢慢有多了其他的方式 除了牛的交易以外 也有其他 那這個 佛大哥你有說 全台灣現在過去有延續下來 北港牛虎 鹹水牛虎跟鮮法牛虎 現在看起來鮮法牛虎 算是最大的市場就對了 所以現在我們當然 面對牛虎 現在因為雖然的土地要緩 市政府一定要介入 剛才有說 不但有經濟意義 也有農業文化的意義 所以我們一定會來 把這個牛虎延續起來 是要運用台藤的土地 有三公圈 要來做這個水土地運用 這是一個很好的宿客 我們就可以做的方式 是把台藤 市政府出面 把台藤租起來 租起來之後 我們這裡把牛虎 再刷過來那裡 但新年牛虎 一定要我們來 把它弄比較久轉 因為這麼多周邊的設施 譬如說停車比較好停 譬如說 還有臺灣的卜地 其實這都 日日曝曝曝曝都很多 但是我們一定會做得好 台藤的牛虎 屠宰是六多之首 屠宰量也全國第一 你們開始注重這個產銷履歷 跟國產牛肉的生產 請市長介紹 來請總幹事來補充 剛好因為大家注重產銷履歷 也剛好因為可能有各國的豬肉要入賣 所以我們競敢要對國產的豬肉 對國產的牛肉 種種來建立這個拼擺 建立這個產銷履歷 這在台南市的做法 我們在台南市就是要把好的產銷履歷 包括台南市不但是 剛才我剛才說的 牛肉是全台灣台湖的收容最多 第一我們是全台灣第四大企地的所在 所以如果說畜牧業的重鎮 你說台南沒有列入 我覺得是很不公平 所以面對這個 我們一定要把產銷履歷做好 補充消費者 補充我們補充生產的農民的環境 所以在生產者 消費者的環境 這就比較普遍了 而且產銷履歷溯源 能夠溯源的到的情況下 我覺得其實這個政府 沒關係 政府跟地方政府 都有這個設計 也有這個必要 把這個部分做好 但現在很注意 食品已經有做一個產銷履歷有力做了 農業生產也有3張1Q了 現在這個肉品 畜牧業 把這個產銷履歷做好 我覺得是正好此其時也 大好就是 對 散化區鄰近南科 這個竹科園區 造成非常多的一個 當然繁榮 地方非常繁榮 物價飛漲 包括土地 也是不是請總幹事介紹 這種情況下 很多農地受到建築影響 你剛才我跟妳請教說 妳也說那個房價不得了 一坪35萬 那個很難想像 35萬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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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很驚人 對 所以這對農業是很大的一個 切根跟影響 是不是先請總幹事介紹 然後市長 妳看這問題怎麼補充 市長妳操盤整個市政 這問題勢必要來解決 來 中幹事先來介紹 我先來講農業的部分 其實以往農民都只會生產 不會行銷 所以造成農產品供需失調的情形 一再發生 就拿胡麻為例 所以我們農會 就跟農民辦理器座 保證價格來收購 所以收購之後的胡麻 我們運用科技結合農會的 推廣部跟供銷部 來製成高品質 就是有農藥殘留檢測 重金屬檢測 還有黃菊毒素的檢測 通過之後才收購 然後製成胡麻油 胡麻青油 很多的產品 芝麻粉 還有芝麻香鬆等等 那因為全部的產品都有認證 所以就受到南科人 因為高科技新貴 他們都平常生活非常的忙碌 所以特別注重養生 所以他們就特別喜歡我們農會 這些有保障的產品 所以我們光是芝麻拌麵 一年到十月為底 十月這個月 就行銷了超過一千萬 然後芝麻粉 芝麻粉也超過五百萬 芝麻粉就是可以當早餐 拌鮮奶 熱飯 還是拌豆漿這個 也超過五百萬 所以這個數字 算是非常驚人 那以往我們每年 胡麻的行銷 一年幾乎是兩千萬以上 那今年我是上看三千萬 所以南科對上化帶來 很大的影響 那剛剛胡大哥講到的房價 當然也受到南科 台積電影響最大 你看其實 五月現在不要出租 也是因為土地高漲 然後他們約一千就是很長的時間 當然地主不願意出租 就是這個原因 那市長怎麼辦 出問題 會影響農業 這地方的發電 有時候真的是讓你這兩難 第一個 你如果說 你原來我們台南 其實原來舊台南縣 台南市合併 你合併之後 你如果發展都是在舊城區 然後你覺得說 我其他的所謂都邊緣化 所以現在沒關係 我們的南科在線上 這裡是我們的綠能科技城在貴人 貴人的高鐵站 在砂崙站 你那個兩個地方 都在原來的台南縣 那你地方發展 自然有人進駐 有人進駐的話 自然 土地 房價自然就會調整 我記得台積電 我給簡單的數字 跟大家報告一下 台積電 只有5奈米 3奈米你蓋工場 一天就有4千的工人書 在那裡做 現在工人書跟工人蓋好之後 你也要有作業員 作業員 所以現在現主席 南科就業人口是8萬人 台積電5奈米 3奈米做好 是10萬人 10萬人在那邊出出 有的人就是開始都躲在那裡 不一定躲在城區 因為你每天在通勤 會花很多時間和經費 和自己精神時間的浪費 所以我覺得 越來越多人住在散化 越來越多人住 而且他們的科技行為 都要講究高品質的居住 也講究生活機能 講究吃得好 住得好 而且還有學校給孩子念書 所以那個地方繁榮 是指日可待的 既然是這樣的話 自然房地這個價格 自由市場的這個情況下 房地產自然會上升 好 散化 非常名叫散化堂場的雞兵 我小時候最喜歡去坐五分車 但是散化區農會 自創品牌 來 是不是請金修 你介紹一下 市長也要吃 最愛吃冰 來 請師長介紹 來 金修 我們散化是一個雜糧區 很適合所有的作物 所以鳳梨還有紅豆 甚至綠豆還有草莓 很多口味芋頭都有種植 那農會就是怕生產過剩 造成盤傷的剝削 所以我們散化農會 在民國八十五年 就成立這個冰場 那冰場成立之後 我們就有做芝麻冰棒 那因為獲得消費者很大的回響 都認為說 這個真的是 跟我們小時候的那個印象 都是在湯匆吃冰不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是 農會就是收購新鮮的農產品 所以所做出來的冰棒冰淇淋 都是真的是很純的 又新鮮又營養 市長 你是最會推廣的農業 農業推廣的學者 來 沒有啦 我想想 過去有人說 農業時代 就是說 第一 鎮鎔吃火花 剛才我們鎮鎔吃很多 有湯匆 第二 鎮鎔吃粉粉 我也有一個 說吃冰是很好 做冰就可以 所以我們現在現主席 第三個說是酸鎮做運動 酸鎮做運動 對 酸鎮做運動 對 我再擺第三個 但是吃冰 我們這件事說很好做 就是嘴肝冰 好 修復小事一樁 英文叫piece of cake 台語叫嘴肝冰 好的 是涼涼了 這件事事涼涼了 所以頒鹼吃冰是大家很享受的 新娘比突開 所以鎮鎮鎮也好 鎮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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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gs expansive 傳統的 讓你很意外 就是鮮花比較熱的地方 我們熱帶 結果還有種草莓 草莓還種得起來 你看台灣多厲害 你看以前我們印象中 都是大湖草莓有沒有 比較涼冷 比較濕 比較涼的地方 但是在鮮花種得起草莓 就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其實 一方面見證了農業的科技 一方面見證了 不管是草莓 不管是芝麻 胡麻 這個對於人的養生 我覺得都是好的 冰 當然冰品是大家都要吃的 這對平衡的經濟也好 對消費者也好 這個古早冰 我看現在市場 讓我們的消費者接受度也很快 最後請市長做結論 台南有非常多的傳統產業 胡麻 草莓 韓吉 素薯 蔗糖等 還有牛肌 還有糖廠 還有最重要是亞洲蔬菜研究中心 還有蘭科 還有台九的散化廠 你怎麼會一個宏觀面 把這邊全部鋪成工業 農業並進 來 做結論 我簡單的說 我們台南當然是一個好處 是台灣第一次市 再過過四年 再過四年就要慶祝建成四百年 再四年 2024年 所以你可以看到 事實上我們這是很期待的 但是台南不僅有古都的面貌 有文化的底蘊 台南是廟 宗教之都 廟最多的 美食之都 美食最多的 還有南科 還有綠能科技層 你農業要補分 我們的牛肉 你說是最好的 最多的 我們本山的 豬肉是第四的 山羊是第一的 雲湯也是第一的 我說山羊跟質跟量 這個紅油也是第一的最好的 所以說了 說不定 這個芝麻也是第一的 芋芋 蒸芋也是第一的 所以我覺得 台南這麼多 差不多有台北企業 十倍大的地方 我們孕育出這麼多好的東西 也希望說大家能珍惜 一方面有農業的台南 有工業的台南 有高科技的台南 也有文化的台南 我覺得其實這樣子的一個 多元化的一個台南市 是讓大家美不生收的 所以歡迎來台南 歡迎來吃台南的好東西 好 我用一個小故事做結束 二幾年前我跟市長同台的時候 他那時候應該是立委 現在做首輔的市長 讓我想起美國電影阿甘真專 有一句話說 人生如同一盒巧克力 你永遠不知道 一盒巧克力的形狀是什麼 你看 永遠沒想到 我今天跟他同台 然後他是最會行銷台南的工業 農業 而且你看他說 他如果去行銷 現在都第一名 這跟他的專業有關係 我們也感謝市長跟吉祥 下一場我們要談黑魔 西港安定奧憲法 也是第一條的 我們要介紹黑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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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 trainees bachelor 向總 哺 tenim 我們 進 感谢观看